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新的语法 那么叫 我们称之为预搜索或者叫林宽断言 当然了也有人 给他起另一个语法叫环式 环式 环是环上的环,式是 式的是 也有人称之为这个语法,这个无所谓了 我这呢习惯叫林宽断言 那么提到林宽呢,咱们前面给大家简单聊到过 说白就是我们杠小D 比如像这样的语法,杠小W 它可以直接匹配到字符,对不对 匹配到字符之后呢,这些字符呢,是什么呢 这些字符内容呢,是占宽度的,对吧 所以呢,它不是林宽度的 但是像我们刚刚以前给大家讲过的,比如说杠B 对不对,杠小B 所以它匹配的是什么呢,是匹配的是某个位置 这个位置前面应该怎么样,后面应该怎么样 然后呢,匹配到这个内容呢 本身呢,不进入我们的匹配结果 所以它是什么,它是林宽度的 林宽度的呢,一般指的就是什么 对位置的匹配 一般就是指对位置的匹配 所以呢,我们这呢,把它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林宽断言 那么,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判断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位置啊 前面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呢,某一个位置 后面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前面 匹配到这些内容呢 不记住最后的匹配结果 我只是告诉你 前面应该怎么样 但是最后的这个 怎么样本身呢 我是不记住这个匹配结果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它匹配的什么 匹配的还是位置 还是位置啊 那么林宽度的这儿呢 咱们一会看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 林宽度的这儿 大家注意一下 有这样四个语法 咱们首先看第一个语法 小括号 问号等于 注意哦,是问号等于 问号等于啊 这些语法很容易混起来 大家如果以后要写的时候呢 可以回过图来再看一看 问号等于 这个exp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个表达式啊 断言自身位置的后面 应该怎么样 注意哦 就是我这个位置的后面 应该匹配这个表达式 说的是位置 注意到没有啊 位置应该怎么样 来,我们以这个为例 咱们写一下 假设 在我这儿呢 我要匹配一类单词 是什么单词呢 Going Doing 对吧 ToDo GoGo 这些我都不匹配了 什么eating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了 就这几个单词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要匹配什么呢 匹配所有以RNG RNG结尾的单词 所有以RNG结尾的单词 那首先我写一个-W 加 不用-W了 咱们就 A到这吧 加 大家看这个加是不是 因为匹配多个字 多个这个字母啊 然后呢 我在这儿呢 断言 就问号 等于 断言我们这个位置呢 最后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是 是一个表达式吗 RNG 意思就是说 哎 大家看 匹配到了没有 Go Do It 是不是匹配到了 所有以RNG结尾的 我就匹配到了 但大家看这个RNG本身 我是不是没匹配到啊 啊 RNG本身我没有匹配到 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表达式 注意哦 独立的正责表达式 你我这儿写这个字母 如果比如说 我也可以这么匹配 说我要匹配什么呢 所有以 所有以数字结尾的单词 比如像这样的 购二 对吧 购二 高写二 这样以数字结尾的单词 我可以这么写 大家评评到没有 来 所有以数字结尾 所以这儿呢 是一个表达式本身啊 大家可以在这儿写 很复杂的表达式 好 这就是一个断言吧 所谓断言 就是他 这个地方就代表我们光标这个位置啊 代表光标这个位置 意思是我这个位置 后面 对吧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数字 好 显然他 他符合了 他也符合了 看懂了没有 所以把他们两个选中 但是匹配到的这个数字本身呢 是什么 数字本身 它是什么 是不记录我的匹配结果的 我只记录高期 对吧 这个后面这个二 是不算的 明白了没有 好 那么 看 还有四个语法啊 大家其实呢 你只要把第一个理解了 怎么回事 其实后面就很简单了 这是什么意思 多了个小语号 咱们一个看吧 应该他跟 他跟他是对应的 他跟他对应 问号等于表示的是 位置后面怎么样 这个加以改参号 是取飞的意思 后面不能怎么样 后面不能怎么样 也就是说 比如我这以这个为例 这现在等于 对吧 后面必须是数字 但是如果我在这写改参号呢 就表示什么 表示后面不能是什么 不能数字 看到没有 不能数字 大家看 数字都匹配了 什么一听啊 因为他后面不是数字嘛 大家看 看到没有 大家看 高到Q 大家看吧 到Q这呢 是匹配了 看到没有 因为他后面是个i 他不是数字 所以他这个匹配了 所以这是表示后面能怎么样 和不能怎么样 当然还有前面 小语等于 加个小语号 指什么 位置前面应该怎么样 小语感叹号 位置前面不能怎么样 跟我们这个后面对应的 跟我们这个后面对应的 关于这个前面呢 我就不是了 大家自己琢磨 相信你们应该 应该能明白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 灵魂断言 和这个 或者叫预搜索 或者叫环视 他的一个语法结构 就像是个小语法